这一节我们来说明一下短网址的功能 还有短网址,为什么要用短网址 首先你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我的Apple Podcast的网址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一串好像乱码的东西 事实上它不是乱码 我们看一下Apple Podcast的原本的连结 其实是长这样子的 它中间有一个网路行销懒人包这个中文字 所以我把这一整串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我把它贴到脸书里面来 我再把它重新删掉再贴一次给你看 贴上去 它刚刚的中文就变成了这一个看起来很像乱码的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中文的解码就解成了乱码 那看起来像乱码 所以它就肉肉等很长一串对不对 看起来就很不舒服 甚至有的人看到就觉得它可能是病毒 不敢去按它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就要去把它缩短网址 缩短网址有一个很老牌子的网站 叫做 bitly.com 你就在网址上面输入 bitly.com 或者是 bit.ly 很好记 bitly bit.ly 然后你要enter的时候 它就自动跳到它的网址来 那这边可以免费使用也可以 应该说我目前全部都是用免费的方式 应该说你可以建立一个账号来使用 也可以不要建立账号来使用 主要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建立账号的话 像我现在有建立账号 我之前所建立的这些短网址 全部都会有记录记在这边 如果你没有建立账号的话 就是你这次建完了一个短网址 下次你就找不到了 短网址虽然还是存在 但是你就找不到之前建立的短网址 所以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你就不知道之前 到底是建立什么短网址 因为我有建立账号 我就可以登录进来 然后去查询一下我之前建立的短网址 好 那怎么建立短网址呢? 你进来之后就按这个create 然后就把你这个 刚刚的那一串很长的网址把它贴上去 我刚已经贴过一次了 所以我这次呢 再贴一次给你看 贴上去 然后你等他一下 他就自动跑出来了 这一串就是短网址 bit.ly-2icrw7g 那如果你有建立一个账号的 另外第二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这边自己命名 自己命名 譬如说 我先把它删掉 我刚刚之前建立的这个短网址 在这里 你看刚刚我贴进去的这一串网址 这么长一串网址 这一串 他帮我缩短成 这个aicrw7g 然后呢 因为我有登录账号 所以我可以做什么事 就是去编辑 然后就可以把刚刚这一行叫出来了 那我这边就可以输入什么 我就可以输入我的 譬如说 appl1 apple-podcast liubaba 自己去命一个 你觉得比较好记的名称 那如果跟别人都没有重复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下save 你看这个短网址就闪生了 然后按copy 然后再去把它贴进来 你看这个是我刚刚自己命名的董网址 我再按一下enter 好 他就自动跑进来这一串网址了 这个就是说董网址的用意 比较好记 而且是一个有意义的 就没有中文了啦 就没有中文了 全部都是英文字 所以呢 我再来贴一次 我重新再来贴脸书 然后把刚刚的英文贴上去 这一串全部都是英文的 他还是可以去抓到 这一个内容的截图哦 这内容截图他还是可以抓到哦 那我们再来讲讲第三个好处是什么 第三个好处就是 我们点进来之后啊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短网址曾经被点击的次数 统计全部都看得见 在这里 几月几号被点了几次 在这边都有统计图表 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去看看 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去点击 多少人来点击 这边都可以看到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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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都可以看到统计数据